莫焕藏宝阁他凌晨两点的三点的时候发了一个邮件 然后就是迎接门派调整跨服现实开放 他这个跨服有优惠啊 现在跨服买号有优惠啊 你像这种很火的服务器里面都有像什么2020青岛战桥 然后紫禁城这些成都府这些国子间珍宝阁这些基本上都开了 他这个具体的具体的优惠还是以你看你买的什么东西为准 那么他这个跨服的优惠给你开了 现在你们会不会接盘呢 175最低的号已经4500了 他们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最最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藏宝阁规则应该是最低价格是5000多 你不能在最低价格5000的时候你要直接摆4500 那就相当于直接价格低于市场市场最低价10%了 那就不能降那么多 但是他们中间一直降价4748一直稳了很久之后 然后就能摆这个低价了 现在啊今天有一个最便宜的4500 这还一个4555的 而且加上他那个藏宝阁就是优惠的时间 只有今天4月14号10点到4月15号就到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12点 具体这个175的号你看一下现在他们有多少页的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两页就两页的人 他们接受在5000以下的价格 他现在现在第二页都已经到4700了 我去看来有很多人已经放弃指导 他已经接受这个价格了 第8页4988 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 总共有12页 12页啊 这13页只有两个是5000以上 也就是说现在总共有13页 1页15个 10页就是150个 那将近有将近200个号 现在已经摆在那个4000就5000以下 不是当时不是有人说个有什么T计划吗 什么保证所有人价格摆在4800以上 然后就跟联系他们跟他们讲不要摆低价不能内卷 不你们那个计划搞得怎么这也不行啊 是不是啊 你嘴上说不要 但是你这个身体却太诚实了呀 这4500都搞出来了 我这这这样以来呢 等接盘的3000块钱 3000以下等接盘呢 可能有希望呀 你这个